张先生是位于西安市二环南路西段 永安大厦上西安医科肿瘤医院的一名放疗科技师 他工作两年了 每月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 今年三月发放二月份的工资的时候 只发了固定部分 绩效没有发 医院表示是亏损着需要等 此后四月和五月也没有发 医院的员工介绍 医院此前有五十多名员工 优化后还有二十多名 几乎全部都被拖欠工资 就连两位保洁员的工资都没有给 共计有五六十万元 医院一中层人员也是有苦难言 医院拖欠他的工资和垫付的其他费用 超过十万元 5月24日下午在医院门口 华商报大封新闻记者 见到了医院的负责人李某某 他承认的确拖欠有员工工资 是因为医院经营不善 为了避免更大的亏损 已停工停产了 而医院法定代表人邓某某的手机一职 无人接听 5月24下午 医院张贴了一则通知 内容为 即日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升级改造 期间暂停诊疗服务 除通知正常工作人员外 全体员工停工停产 但通知没有提到拖欠工资事宜 医院员工曾就被拖欠工资一事进行过投诉 24日下午 西安市联湖区 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说 已给医院下达询问通知书 责令整改 具体情况还在调查 目前也有员工在走劳动仲裁程序 客厅 市村 市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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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 市钧